欸 醬蒸的母湯啊 必勝客又出了新絕招 把大部分大家不太能接受的 香菜皮蛋 全部加到這一次的 地下裡面 哈囉大家好我是市城 今天影片又要來跟各位分享 在必勝客新推出的 香菜皮蛋豬血糕披薩 前陣子看到網友分享廣告 DM以為是惡作劇 殊不知真的上市了 當然還是要吃一波啊 這麼奇葩的披薩 不過呢我自己本身是不挑食啊 所以基本上這一次所使用的食材 沒有我不敢吃的東西 一樣先來跟各位開箱 之後呢再來跟各位分享 每一次的披薩開箱 總會有讓人家非常驚豔的感覺 香菜皮蛋豬血糕披薩 光聽名字好像很誘人 不過應該還是有不少人會覺得很反彈吧 裡面所使用的配料有 豬血糕皮蛋香菜花生粉 BBQ醬 還有每次都會出現的 莫雜瑞拉起司 光是視覺效果 就有強大的震撼力 披薩上面的豬血糕 看起來份量不少啊 我們就來數數看 大概有幾塊吧 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七四三十 將 Shiva 整體pizza上面呢 大概有二十到二十二塊的豬血糕 至於皮蛋的部分 大概就是豬血糕的三分之一吧 不是太多 畢竟皮蛋吃多應該也不是太好吧 各位有沒有發現 必勝客進行推出的pizza 不光是味覺上的想念 更是加入視覺想念 在每次開始吃之前呢 一定要先讓手機吃一波 然後這個香菜啊 對於有些人來說可能是地雷 可是我真的覺得香菜很好吃 為什麼絕大部分的人類都不敢吃呢 必勝客這一次的香菜皮蛋豬血糕披薩 真的又是一次的極大挑戰 之後會不會出什麼 鹹蛋苦瓜披薩 或者是髒話肉丸披薩之類的 感覺就是要不斷的挑戰創新口味 回歸正題 香菜皮蛋豬血糕披薩 它單點價格是595 光是這樣595 它有新品長銜價299元 不過這一次在網路上沒有 明確的說明說它限定到什麼時候 也可能長銜價打個幾天 以後會以595這個價錢 持續販售說不定 整體看起來呢 有點像我們去麵攤吃的 如果再加上海帶或者是豆干 應該不為過吧 不過份吧 對吧 看到這個披薩整體 我有一個很大膽的想法 至於是什麼 影片後方再來跟各位分享 一樣的我會一一來評測 這一次上面所使用的每個配料 味道究竟是如何 應該不會跟各位介紹太多 畢竟這些配料 就是我們生活日常中會常見的食材 主要是評測它的軟硬程度 以及加了花生粉 BBQ醬搭配莫札瑞拉起司餅皮 整體吃起來味道 各位 做好心理準備了嗎 香菜皮蛋米血糕應該就沒有什麼可以跟大家單獨評測啦 要有實驗家的精神 大家來試試看吧 香菜很好吃啊 為什麼你們都不敢吃啊 香菜部分就香菜 在我打開披薩那一刻 我以為 為什麼還有加了南瓜 進一看之後才發現它是皮蛋 因為它皮蛋的顏色 確實跟我們一般 在市場所買到的皮蛋顏色 有點詭異沒有那麼相近 我們就先從豬血糕開始 確實可以聞到它上面沾著BBQ的醬 有一點點麻辣鍋的那種感覺 這一次的披薩是完全不會辣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嘗試的話 還是可以放心的去買 試吃吧 欸真的有麻辣鍋的味道 軟硬程度我覺得剛剛好 腰起來有點像 我們去買鹽酥雞 但是沒有炸到那麼酥脆 又有點像我們去吃火鍋麻辣鍋 軟硬程度在它的中間 並沒有太難要 皮蛋的部分 剛剛跟各位所說的 皮蛋的份量大概就是 豬血糕的三分之一 未來跟各位科普一下好了 相信很多人都有聽過 皮蛋是用麻尿 所做成的這個說法吧 大錯錯錯喔 其實皮蛋的製作方法是在 鴨蛋的外層抹上 生石灰還有草木灰等等的 碱性化學物 抹完之後呢 在陰涼處放上三個月以上 讓鴨蛋內部產生變化 裡面的蛋白就會凝結成 凍撞的半透明黑色的 當然製作方法不是只有這種 有些廠商店家呢 他們是會利用化學藥劑下去泡 這邊你們學費了嗎 講到這裡 你們應該都很崇拜我吧 為什麼我會知道這麼多 因為 我也是上網找的 回歸正題 我們先來吃看看皮蛋 它的皮蛋究竟跟 一般外面所販售的皮蛋 有什麼不一樣呢 為什麼顏色看起來 就很明顯的不同 不得不說啦 它的花生粉非常的給力 很大方 就是撒滿整塊披薩 我不知道你們從畫面上 能不能明顯看出來 我怕我再立起來的話 我的披薩就滑出去了 來吃看看皮蛋的部分 我真心懷疑 這一次的披薩所使用的食材 好像都有稍微的炸過吧 咬下去呢 最外層那個薄薄的皮 天硬 在皮蛋的更中間呢 就會有軟軟Q彈的感覺 再來就是我說的 很像南瓜的部分 好像很像南瓜 皮蛋真的好好吃喔 確實啦 皮蛋吃到口中 它的味道比較強烈一點點 所以可能不是 大部分的人都能接受 吃下去就是 跟一般外面那種 皮蛋味道是 大同小一樣 只是 並不像我們去麵攤咬下去 會流出湯汁的那種感覺 凝固狀的 這一次食用的配料 就這麼簡單 香菜 皮蛋 豬血糕 醬料就是BBQ醬 花生粉 還有莫札瑞亞起司 在這個披薩上面 大概一大一小的豬血糕 然後以及 皮蛋算是 16分之一吧 我這樣算真的會準嗎 好算啦 Anyway 反正就是會有一小塊的 皮蛋 讓你在吃下去的每一口 都會有多層次的味覺享受 這個皮呢 還是要來把它解決掉吧 四層相似 你們有聽到餅乾般的聲音嗎 如果光是它餅皮的 後端的部分呢 有一種 多粒多汁的味道 就那種餅乾 然後加上 啊 對 它就是多粒多汁 上面那一層粉的味道 對對對 就是它 來整體吃看看 究竟這樣吃下去的味道 會不會有多層次的味蕾饗 也開動吧 不過它一個小缺點就是 因為它上面撒的花生粉 太大量 所以你在吃的時候 會一直掉花生粉 豬血糕 搭配薄脆餅皮 可以很明顯吃出 豬血糕是軟的 皮蛋的量 可以再多一點的話 會更加分 但是因為你喜歡吃皮蛋吧 也有可能 皮蛋對我來講還好 所以你覺得它這樣量剛剛好 就很像我們去夜市吃那個 豬血糕 大同小異喔 吃完餅乾的部分 再來跟各位分享 我在影片當中有提到的 大膽想法 究竟是什麼 被花生粉夜到 雖然不到100%那麼好吃 不過我覺得 它超出幾個分數非常多 接著 登登 韓式辣醬 為什麼會請出辣醬 畢竟 今天這個香菜皮蛋豬血糕Pizza 應該也算是一個 黑白切Pizza吧 我怎麼那麼愛亂改名字啊 必勝客其實都有附上這個辣粉 這樣的辣對我來說 無感 實際 就來試試看看 反正必勝客都敢這樣翻完了 說不定會蹦出什麼 新滋味也不一定 欸 好吃欸 因為這個韓式辣醬的 它本身 是裡面有添加味噌 這樣搭真的意外的好吃欸 然後我又發現一個小小缺點 皮蛋真的有點偏硬 其中某幾塊它的皮蛋 會吃到皮蛋最外層 口感比較硬一點點 沾了辣醬之後 好像更好吃了一點 我只能說 義勝客真的很狂 一連推出讓我驚豔不斷的Pizza 上一次的是南北種Pizza 這一次又來一個 台灣小吃系列Pizza 真的很厲害 研發團隊辛苦你們了 至於1到100分的話 大概是在75到80分吧 裡面的豬血糕跟皮蛋的味道 不會打醬 不會打醬 就是都可以很明顯 分別吃出他們兩個食材的 個別味道 不會有一整坨五味雜產的感覺 好了 那今天影片呢 跟各位分享的 必勝客香菜皮蛋豬血糕Pizza 就差不多到這邊 所有內容想法評測 請供各位參考 不代表所有人吃過的味道 味覺都會跟我一樣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在下面幫我按喜歡 如果你想要看我的情侶 還有更多影片的話 麻煩在下面幫我按訂閱 並且追蹤我的頻道 我是士忠 我們下支影片見 謝謝你們 掰掰 還蠻好吃的啊 吃到滿頭大 你不要吃那一隻 你吃那一隻 因為那隻皮蛋 你要吃皮蛋比較大 不然皮蛋我不會 吃 哈囉各位 如果你對於今天這個 香菜皮蛋豬血糕Pizza 有興趣的朋友 它是在6月29號上市 可能在這段期間內 會有長先價299元 不妨手 大家趕快去買一波啊 很便宜 趕快去買 掰掰